长年期第十二周星期二单数年 创世纪第十三章第二节 第五到十八节 马斗福音第七章第六节 第十二到十四节 小德兰福传之友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2023年6月27日 耶稣基督他们的产业太多 无法住在一起 时常发生口角 多么可悲的被罪污染了的人性啊 本来可以享用钱财带来的幸福的 却因财是义 因财是亲 都是钱作怪 今天我们读到本来不应争吵的至亲 本来应该团结奋斗 共同御敌的 却分裂了 各走东西 人不畏己 天诛地面 这是世俗的智慧 其实这一句话的意思不是这样负面 而是很正面的 如果人不自己努力修为做好人 会遭到天诛地面 很可惜对这一句话的错误解释 却一直流传下来 但亚巴郎不是这样子的 他今天的作为显示了他的高尚的人格 他很愚笨地让侄子罗特先选择肥美的土地 但是好心是会有好报的 人在做 天在看 天主许诺 巴郎会获得迦南所有土地作为他的子孙的福地 亚巴郎所做的 正是主耶稣今天在福音里所说的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己所欲者施于人 积极主动的金律 相对于较被动的淫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但可能我们都不容易 作亚巴郎这样的好人的 因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 我们心慈手软是会吃亏的 踩着别人的头才能往上爬 最使我们自私 只看到自己的利益 耶稣当然知道我们思想的这种倾向 他当然也知道这种倾向 是导入丧亡的宽门和大路 也要我们努力走导入生命的窄门 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的 仁慈对待别人的 努力修为做好人的 慷慨牺牲为别人的 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百倍的赏报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扶船之友 曾庆岛神父独经反省 欢迎您订阅分享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扶船